我打了几家新北居家的隔离酒店都订不到房 马上就要过年了 防疫旅馆一房难求 台北市和高雄市又限定只有当地户籍的市民才能预定 让海外国人哭诉回家好难 可是他的家人可能还在台北的部分 那他变成过年要下了飞机从桃园坐到花莲去坐隔离 隔离14天之后再坐车回来 那我想连现在连当初连图签的自由都没有 现在连选择旅馆的自由都没有 订房需求大多集中在1月28号之前 观光局统计出全台目前有16000房 还会请各地饭店业者积极加入 一人一户的规定 1月15号正式上路 防疫旅馆量能够受考验 台商建议是不是可以仿照当初包机回台 集中检疫14天来解决订房问题 让大家能够顺利回家过年 大爱新闻 关系云山邓英宗台北报道 地方 集中检疫苗 检疫苗 情况宝康